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我们亲爱的日本嘉宾 嘉藤嘉一 你好 今天刚刚从日本回到这个来到北京 来到北京 亲身经历了这个大地震 对 嘉藤这个我们两个就是陪你聊聊天 这个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自己都受伤是吗 对 腰部受伤 因为3月11号下午那个时候 我正好在东京的江河中心22楼22层 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开始觉得这个地震来了 因为日本人对地震是很习惯的 后来越摇越大 觉得这个很不正常 后来我在那个楼正好是高楼新的楼 所以他们摇得非常厉害 然后呢在柜子啊 书啊 包括什么那个餐具啊 全都往从上面往下 砸下来 砸下来 然后我的这个头部正好我躲避了 但是说这个腰部啊 包括什么腿部啊 都有点受伤 被压住了 被压住了 没有被那种倒塌的感觉 但是说楼没有问题 建筑还是这个耐 看这个耐震的这种措施还是比较完备 但是很多人很恐惧 然后11号那天是整个东京全都瘫痪了 地铁停了 水电全都停了 我们都是这个怎么说呢 只能在屋子里待着 然后就是说如果能走回家的人 那走回家 那个时候东京的外面全都是人海 是这种状况 我们知道就是日本过去一直是防灾的典范了 对 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意识和措施 包括说日本的房子这个抗震级别都非常高 对 但是我想问你就是说它这个核电站啊 它为什么不见得能抗九级地震呢 我昨天正好跟我们的内阁隔聊 就是说国家机关手的人跟他们聊 这个怎么着 这是未来日本的青年政治家 对 对对对对 他们觉得呢 东北地方的海啸那么的大 袭击了整个的这个东北的很多的线 三个线 但核电站正好在那个地方 它没有被崩溃 没有 已经算不错了 已经算不错了 他们的主他们主观认为已经算不错了 当然现在呢 它的核电辅导的这个第一第二第三是吧 核电站它的防射性的物质 那现在已经在泄露 那就是说半斤二十公里三十公里 那我们不能在那个地方 现在很多的老百姓包括外国的媒体 都在撤离 那是已经是很危险了 但我们的政府首相 他们主观认为这已经算是不错了 就起码没有立即崩溃 对没有立即崩溃 因为它其实就在海边 没错 而且呢 我这个现在看到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呢 像这个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 还在网上写个文章 一种观点认为呢 就是这个核事故啊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说它这个里边有三层防护罩 最外边的第三层这个防护罩 其实就说它叫这个防御到底线 最后啊 它底下是个碗状结构 就是预备它这个核 核荣毁啊 核荣毁之后 就全封在这个第三层 防护罩里面 至于说放射性物质 它指的就是说 为了让这个第二层防护罩 不爆炸呀 它有时候需要释放压力 释放压力 那么不是直接的那个 有污的那种放射性物质 而是好像咱也不懂了 叫什么色呀 点呢 这么一些同位素 这些东西的半衰期啊 都非常短 对很快就结束了 对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 但是呢 从新闻报道里咱们也看到 说什么美国航空母舰 已经发现17个士兵 已经受了核污染 所以航空母舰都撤离 是这个到底 可是我在想啊 就因为我又听到新闻消息 就说其实这个核电站 它的反应炉里面的核反应 已经终止了 那现在正在爆的 或者在泄露的 已经不是最危险的那些东西 应该无论如何 不会达到像当年 苏联切诺贝利那种程度 可是呢 我觉得现在还出现一个问题 就看得到现在日本这个 东京电力公司的问题 甚至是政府的问题 就这个消息发放了 开始变得很不系统 有点乱 甚至有时候是前后矛盾的 说实话非常的乱 我们的包括那个 我们的政府的官员 他们都非常疲惫 几天都没有睡觉 包括东京电力的人 和我们的政府 还互相的这个对立 他们这个时候是要合作的 因为老百姓 尤其在灾区的老百姓 他们是拿不到最准确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核电站 那泄露的怎么着 是影响到我们的人生的危害吗 政府说没有问题 东京电力说有可能有问题 媒体说大有问题 那我们媒体 我们老百姓真的不知道 包括刚刚你说的那些 这个专业的人知识 我都不知道的 那难道我们普通老百姓 对核电真的非常细极的东西 难道有那么多的了解吗 不可能 兼职人呢 哭了 连他都不了解 是啊 我在想象 这个因为我一下就会想到 这个日本人是世界上 唯一遭受到过核武器打击的 那么据说他这个内心 有这个集体记忆 这个核阴影 那么现在这种消息这么样的乱 对你周边的这个日本人有什么影响 他们都非常的着急就是恐惧 我们比如我们的东京大学的朋友 他们比较高水平高水利 他们都互相的讨论 但连他们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着 外国的专家 包括我们国内的专家 他们都各发表各的言论 各有说法 但是我们不知道 到底哪个是权威准确 靠谱的 所以这个人民想跑吗 现在我今天正好从那个早上九点半 从那个东京雨天经常离开 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人在机场待着 他们我问了一下 他们说要跑 就是说那我这次回来 那我这次那个很遗憾 没有带母亲过来 那我一个人 上次他的母亲还在咱们节目出现 对还在这儿呢 对对对对 对但我呢也说实话 他犹豫了半天 因为其实我这个时候回来 是已经是订好的 日本有一个说法叫非国民 什么意思 就是卖国贼 这个时候难当前你跑 对对对 你此刻日本国民全都在奋斗 你此刻在逃避 所以我呢 这是日本人的这种 对对这种意识 那但我后来决定就是说 那我们就回来想想想 跟这个文堂文道是吧 包括观众分享经历 这个呢 因为地震已经是五国界了 那中国人民也已经遭受过这个地震 包括外国的朋友 那就是我们应该共同的探导 我认为这是我能做的 所以我站回来 交流经验教训嘛 是是是 不过坦白讲这样的就是这个 我觉得啊 像核电这个问题 这一次大家都不知道该相信谁的 好像没有一个权威主义 让所有人说服 恰好反映了核电本身的特质 就是这样 嗯 比如说核电其实有核电以来 这种争议就存在 嗯 一直到今天 都没有人能够百分百的说 有一种说法 是所有人都信服的 关于它的安全各方面 对不对 比如核电在这一次事故之前 本来啊 这两年是有个复苏的迹象 嗯 就全世界都在开绿灯 觉得核电可以重新恢复 对 特别是因为环境问题 因为核电的确是最不污染 环境的发电方式 如果他没泄露的话 对 那但是问题是这一次 恰好这个东西一出来 你看现在德国啊 什么很多地方在示威 都说要暂停核电项目 那大家好像忽然间才发现 它有多危险 那在这个时候 大家这个讨论 好像这个说法 莫衷一世 正好就是几十年来 嗯 的一个状况的反应 就根本这个问题 争论了几十年 嗯 那几十年大家都没有一个说法 有一个说 听文韬的 文韬说这个就对 大家公认 学术界没有的 没有共识的 这个是 但比如我小时候的家的旁边 就原理一百名的时候 就是核电价 嗯 那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讲 那核电价呢 它是无处不在的 那虽然我们是这个 人类历史上唯一的 这个核爆炸国 在我们 那我是没有的 没有这个体验哈 但我听这个长辈说 那很有这种抵触的反应 但同时在生活的层面 我们跟核电价 我们跟核电价是挨得很近的 那这一次呢 核电价对普通的老百姓造成最大的影响 因为东京电力 日本最大的电力公司 他们的这个那个核电价已经这个被爆炸很多功能在停止 我们的水电全都是暂停的状态 我们这个轮流的这个停电 包括今天早上我给母亲打电话 他说现在没电 是这种状况 这是最直接的影响 我看到一个数字啊 说这个日本这个国家很依赖核电 尽管当年有很多争议 但是日本这个国家好像就是在一个什么地方 它那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呢 对 有中国记者去采访过 就说那个 他为了这个就是不引起人的注意啊 连这个窗户都没什么窗户 都是比较封闭式的 但是呢实际上 他的这个核电水平 核能开发水平啊 非常高 非常高 所以说他的这个核能利用啊 说是核电占到日本总的能源的百分之 三十是吗 对差不多 哎呦 那么你就能感觉到这么大的一个缺口 现在这个这个能源这么大一个缺口之后 影响到多大范围啊 我这整个的这个经济 包括那个丰田本田日常 很多的公司全都停止生产 是 那我们的这个日本的GDP 那今年是恐怕是很危险了 包括那今天这个股价暴跌等等 那我们的整个对经济 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生活 那今天怎么着痛全都乱呢 对中国影响很大 没错 因为很多产业像Sony这些要停 我们中国也跟着下游工厂也要停 因为我们很多这个电器的里面的最尖端的零件 是要从日本来的 那是整个就停掉了 我跟你讲不光这个 我昨天听人一耳朵 现在昨天啊 广东的妈妈们蜂拥去香港买这个奶粉 你知道香港的这个店里什么沙沙啊什么的 就是一个人现买两桶 而且呢就日本奶粉呢 因为很多家人的孩子是吃惯了日本奶粉 买日奶奶粉 说前几天地震发生之前150块钱一桶港币啊 现在你知道坐地起价已经是250了 250你都买不到 然后呢有几个妈妈是冲到一个这个这个小街道里去 小小小街道里到药房到药房买药房说就剩下五桶 说你们我给你两桶给你两桶 这时候又冲进来一个人 一个一个广东的就是说哎我也要买说只有一桶 也也也也也也就是你知道这已经到了影响到这种程度 嗯 不过我在想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说起来不知是巧啊还是不巧 我们闻到这是前段时间跟我说到日本的寺庙 对去玩了其实是去旅游去玩 刚刚离开没几天对日本就发生大地震 但是我觉得我的以我对日本人的印象啊 这一回或者以前的接触的经验 我其实某种当然如果不是知道有这么危险的一个核危机之外 大致上对于地震当然我们会觉得非常的难过 因为我因为我认识的日本人 我都很喜欢 嗯 可是同时你又觉得很可以放心 我这个讲法听起来很奇怪 有点像什么 我注意到前阵子纽约时报 的一个很有名的驻外记者 叫尼克拉斯克里斯多夫 对 他曾经95年的时候是纽约时报 驻日本的最高的这个财主 他写一篇文章 我觉得就写得很好 他写一篇文章说我们要同情日本 但是接着你会敬佩 他说他95年在访问板神地震 他说他带着一个典型的外国记者 不好缓不怀好意的心情 想到处看看有没有人趁机暴乱打砸抢 没有他很失望最后好不容易找到家店 那个店刚给两个人打劫了 他就幸灾乐祸的问这个店主说 哎怎么样给自己国民趁火打劫的感受 是什么样 那个店的老板说 谁说我是给国民打劫 我是给外国人抢的 因为这去日本人的 在这一次地震里面的这个表现 这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对这些也很多人讲 咱们可以看看几个照片 这个哎呦这个家藤看到 不知道会不会受受刺激 这真是这个一片废墟 有更严重的 有更严重一片洪荒啊 我们再看下边 你看这就是在操场上画出 这么个排队的一个轨迹啊 就说这个日本人现在的这种集体性啊 然后再看下边 啊当然了 这都是黯然神伤 就说你像你从这个刚才家藤讲这个细节 就是他要这个时候要离开日本 都会被人骂是非国民 你说你就可见 嗯对 对你想想看当年板神地震的时候 很多国际朝家就抛日元嘛 觉得日元肯定暴跌嘛 但是没想到在海外的日资 蜂拥回国去抬日币 嗯所以日币当时板神地震的时候 日币是没有跌反而升了 嗯 所以他们是这样的 但饶是如此啊 这也是就像兼职人说了 嗯这个二战以来最大的 这个我就是我听说是人类历史上是第五个 第五大地震 第五大地震 那对我们日本的9.0震集 那对我们日本来讲是最大的 也听说四川大地震的20倍 对天呢 我还看到一个数字说这个这个相当这个当量啊 相当于15000颗广岛的这个原子弹那么大的这个能量 释放出来 是我的天哪 哎你觉得这个日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呀 我现在最需要的应该是物资 啊因为我们水电都是去了 我地震发生第二天12号 我回老家伊豆的老家 那伊豆不是这次直接受影响的 老家我去了超市没有东西 尤其是水那大家都讲那日本人平时是人与人很和谐的 他们都在打架 因为他这个时候要抢水 那伊豆都变成这样子 那东北那样的地方那我也看了一些报道 很多这个母那三个 这个一口三口人 他们一天只喝一杯水 三个人一块 然后只能吃一顿饭 而且非常小 连一个饭团都不到 所以这种情况 那日本应该说我们是靠这个通商立国 靠贸易的 那现在一旦这个国内变成这种情况 那是很危险 所以我呢 这次呢中国的这个政府朋友也给我们提供原作 这个在这里非常感谢哈 这个物资水啊电啊 包括能源 现在俄罗斯啊 这个提供能源 这种东西非常缺乏 因为现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难民 这个灾区的那个灾民 他们要撤离 但没车 车一车没了 即使有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无可内核 这个啊 他讲到这个这个中国救援队啊 不是到了吗 好像还有一些中国媒体的去采访 对 然后呢我也看到网上流传一个 当然不知道是不是日本同行 发的一个东西 就是也是就是说呢 说非常感谢这个中国的朋友 对日本这么的灾难啊 这么样的关注 他说但是呢这个讲老实话也有几点 比如说这个记者朋友们不要来的太多 而且来的话 你这种情况下 最好是自带水能源什么油 是吧 因为你当地的供应已经非常紧张 再有一个就是说 日本人他也听不大懂英文 对吧 你也不一定非要强迫他去回答 他这个时候没有心绪去回答的问题 就有一些提醒 对这是真的 嗯对 所以日本那当然我们是很感恩 但这个更多的是收拾化 这个有点这样说不太好 但是有疑的象征 因为国际合作嘛 这个地震没国际 那那有疑更无更没有国际 那就是说这次呢 我们应该抱着感恩 但是比如说日本人的英文不好 那灾区灾民他们看到一个白人 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们反而害怕了 包括这种情况 包括记者到现场 但我们包括跟当地记者的这个矛盾 冲突啊 所以种种情况发生 所以我非常的害怕 使得现场变得更加的混乱 对 这是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会 因为所以物资其实说不定比去人还重要 嗯 而且就是有时候媒体采访啊 有很多文化差异 嗯 这大家不一定了解 比如说像 我们在四川地震的时候 我们也听过很多这种消息 比如看到有中国记者 就我们自己国家记者 在四川采访 人家在救这个人 被瓦利拉着老大爷 然后这个记者叫现场 大家先别动 我先摆好这个机啊 然后你们再救 是这样 但是比如说像日本的媒体 像NHK 他们都有套很规范的 嗯 报道灾情怎么报 比如说拍小孩 怎么样 只拍脚 对 那这就很规矩的 但是我们不一定懂得尊重人家这个规矩 这个灾难当中啊 就是也在学习 对我当时那个四川地震发生的时候呢 那日本是第一提出救援的 是 那那时候我其实我有所参与 那个时候后来日本救援队呢 一个人都没能救 一个人都没有能完 救救活人 对活人 对 那我们当然很难过 而且我听到那个救援队的自卫队的朋友说 当时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干什么 对 我们当然要哪怕的这个一点一点还要扮演 我们再努力的去抢救 但他们真的不知道 一语言不通 二三语不在 但是当时通过这个电视画面呢 就是当时就是日本救援队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 就是对死者死者这个遗体的那种尊重 哎这现在就今天啊 这消息一直在变化 我就不知道啊 我对这个事情的感知啊 真的是一个从小到大 然后到最后变成就是说要多糟有多糟的过程 因为刚传来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就说说发生大地震 我最早看见死亡数字 我都没有多想 就几十吗 几十个 我以为没有死多少人 但到后来原来发现 直到现在啊 你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知道他的踪迹 对没错 此刻至少有3000 这个官方已经那个确认的 咱们现在是今天下午录像 今天下午录像 那那3000是3000不到 然后失踪者超过3000 那那死亡加失踪的加6000到7000 但是我也听了一些政府的高官 这个最起码的那肯定上万是肯定的 那如果在很糟糕的情况下 3万4万5万都有可能 因为工程县的一个镇的镇长 已经表态说我们这个镇要 要失去1万人 啊 那所以我觉得这次呢 因为海啸那基本是没有希望 对 而且呢我的一些那个血缘关系的朋友呢 那两三个人已经也走了 是这种情况 亲戚 亲戚 在什么地方 在工程县 就在工程县 工程县 离仙台那个那个不太远 是现在失踪没有踪迹 还是确认 已确认 已确认 对因为而且当我们的这个报纸 包括官方 已经是那个走的人呢 一个的一个的革命 就是说政府一个一个的念 哪一些朋友是走了的 那我们很多的这个 那我们的信存者 我们都知道啊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咱们就一起表示哀悼啊 是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今天说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核电站 这个今天是凌智早上6点多 说是那个2号机组也发生了这个 可能是外边这个氢气爆炸 对4号机组也发生了火灾 中午的时候 那等于1号到4号 那都有个都有问题 对但我很好奇 就是日本人平常怎么看核电 就像你刚才讲老一辈人 会有很多很不好的记忆 但是问题是现在大家都发现 核电站就在你身边 那又靠那么靠核电 可是我印象中 比如说日本有出很多有名的灾难片 怪兽片像哥斯拉 我记得最早的哥斯拉 那个故事是受到当年 美国他们在南太平洋 事报清淡的一个启发 因为哥斯拉最早说 怎么会出了这么一个怪兽 就是因为被核污染 产生的一个怪兽 那所以很多人就分析 就是说用它来说明 日本其实一直长期浅存的 对核子轮的一种恐惧感 那种阴影 日本人在我看来是 在核面前是最有矛盾的 这么一个国家和人民 因为我们一是历史上 唯一的核的爆炸国 受害者 受害者 二呢我们相信 我们对于核电站核的依赖 我们说能源上的依赖 是全世界又是最大的国家之一 那我们对我们在日本 我们是很少谈核这个问题 说实话是个忌讳 是吗 是不难谈的 同时但我刚刚我那样 我家的旁边又有核电站 是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矛盾 两难的这种状态 因为我在想 这是不是因为当年 就能源危机对日本打击很大 所以又必须要做核电站 肯定有这种影响 还有我们气候变化 我们不能靠二人化碳 核电站确实如果 在不泄露的情况下是靠谱的 环保的 那我们有这个字数 还有开发的字数 但同时那一旦出了这么问题 那我们的打击就前所未有的 那将来怎么办 那将来果然的去哪里 我们去哪里 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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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里